战机轰炸机接续起飞 这是大陆央视3号的报道 宣布解放军东部战区已经完成演习部署 除了部署到台湾东部海域的海军舰艇 大陆最新入列的海巡船也在台湾海峡巡逻 说是要执行3号大陆宣布禁止出口天然沙到台湾的检查任务 根据中国大陆宣布的海空航行警告 从4号中午12点到7号中午 解放军在台湾周遭6个区域展开演训 大陆官方没有说明演习具体内容 而是透过官方媒体采访军事专家解读动态 包括风控啊 对海对空的这种一系列的科目 海空联合训练 援火这个实弹射击 以及长岛这个实射 可以表明解放军完全可以控制台湾这几个出口 对于中共一连串文攻武嚇 行政院4号上午除了强烈谴责 也表示会积极应对确保政府运作 确保陆海空运安全顺畅 强化治安防护防治假讯息 我们会秉持背战不求战 硬战不避战 以及不升高冲突的理智态度来加强戒备 除了军事戒备 政府也提醒民众连日来已经出现各种认知作战 跟假讯息扰乱民心的事件 接下来更需提高警觉 不要相信出现在网路上的虚假讯息 TVBS新闻 廖广斌 庄志伟综合报道